前面有一个人在向我招手 问问他有什么事 你好 怎么了 你出哪里啊 口鬼带我出街上 那个车是和你一起的吗 是的 他的车坏了 你朋友的车坏了 你不应该帮帮他吗 我也不会修车 我怎么帮啊 我会修车 我去看看吧 大叔你好 你的车哪里坏了 我的车好像电车厢坏了 一挡挂不进 要不我给你检查一下吧 我是修车的 那你跟我看一下 我在这里搞了好久 也搞不好 我先给你试一下 先踩离合器 挂一挡 确实挂不进 大叔 你这个确实是变速箱坏了 我可以帮你修好 但是需要三天的时间 三天时间太久了 直接换一个总成 会不会快一点 也可以 换总成的话 今天就可以换好 那你赶紧给我换一个嘛 小姑娘你不走了吗 我不走了 我要修车 你再重新拿一个车吧 你不走了早点说啊 现在拆这颗大螺帽 把方向往左边打死 插入螺丝刀 边数箱已经买到了 人花小雕师傅会把它送过来 现在拆另外一边 有点紧啊 让我来试一下 这个螺丝确实有点紧 嗯 有没有带水 我想喝水 我去里面有水 现在半周还不能拔出来 因为拔出来会漏油 所以先要给它 把齿轮油放掉 这个齿轮油好脏啊 里面有很多铁粉 这个油要把它拿回去放好 现在就可以把半周拿出来了 轻松拆掉一根半周 然后把最下面的一个鸡脚拆掉 现在开始拆上面 陪我吧 谢谢 大叔看我一个人太累了 他也想帮帮我 然后把变速箱一圈螺丝拆掉 用这个工具把发动机吊起来 吊起来之后就可以拆变速箱支架了 最后一个鸡脚 开掉就可以抬变速箱了 把面包车开过来 因为我的面包车上面装了一个吊机 看一下位置行不行 还可以 刚刚好 把开关打开 把变速放出来 把钩子放下来 这根绳子是套出变速箱的 把钩子伸起来 轻轻松松变速箱就出来了 这还挺方便的 你们看 变速箱已经出来了 现在把变速箱拉出来 新的变速箱已经在路上了 马上就能到 测试一下档位 一档确实是挂不进 新的变速箱已经拿过来了 这个确实是新的 那肯定了 装的时候还是用这个绳子把它吊上去 现在有两个人装起来快了很多 好 扇 扇 往上扇 可以了 进去了 现在把变速箱一圈螺丝扭紧 面包车可以开走了 现在开始装半轴 现在给它加齿轮油 这个齿轮油要加满出来位置 好了好了好了 早上还是挺热的 现在越来越冷了 搞快点要下雨了 马上就好了 还差最后一步安装电瓶 大叔下雨了 你赶紧去试一下车 好的 我去试一下 哇 车上好香啊 大叔可以了吗 可以了 可以了 现在每一个档位都好挂了 哪个钱能不能少一点 这个酒的变速箱就给你了 可以的没问题 小阿兰修车 应该就是这里吧 嘿 你好你们老板在哪里 在那个车下面 老板我给你送玻璃来了 好的我马上出来 这个玻璃怎么这么爽呀 该不会是拆下来的旧玻璃吧 我不知道我是送货的 你把钱给我吧 价格倒是挺便宜的 帮我抬一下 行号是对的 没问题的话我就走了 好的谢谢了 先帮我抬下来一下吧 就放这里吧 把这个上面擦干净 然后打玻璃胶 现在开始打玻璃胶 我打 我再打 开始装玻璃 先用胶带把它固定起来 现在玻璃已经装好了 但是玻璃胶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彻底粘住 所以刚换上去的玻璃 最好不要急踩刹车 否则玻璃会飞出去的 小岚那个玻璃这么脏要洗吗 当然要洗了 打点水洗一下 现在开始装玻璃 现在开始装玻璃电机 拧上螺丝 开始抹油 装上玻璃连接杆 开始上螺丝 现在开始装玻璃 现在开始装玻璃 小岚这个车能开了吗 还没有试过 应该可以了吧 这个玻璃好像擦不干净了 现在把玻璃水加进去试一下 把玻璃水加满 现在去喷水试一下 小岚我不想干了 怎么了 我感觉我不适合修车 修车压力太大了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就是那个车 方案盘打死的时候 后面会发出很大的响声 该检查的我都检查了 实在不知道是哪里坏了 我都感觉我对不起你给我发的工资 好了没事的 干我们这一行就是要活到老 学到老 走 我们一起去试试车 这个车太奇怪了 前面打方向后面响 把方向盘往左边打死 最后应该就是这个声音吧 对就是这个声音 现在把方向盘往右边打死 往左打往右打后面都有声音 是哪里坏了 你快告诉我 我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先回修理厂吧 回修理厂你就知道了 你到车上去 我把车顶起来 柴油门 这样测试的话没有声音 现在用螺丝刀把手刷刷住 朋友们 现在声音出来了 响声就是从这里面发出来的 需要把车放低一点吗 不用 这才多高 去把工具拿过来拆传动轴 好 今天预计可以转个大几百 把车再顶高一点 现在先拆传动轴 不行 传动轴再跟着转 现在只能爬到车上去 把手刷拉起来 现在不会跟着转了 终于把传动轴拆下来了 这个一共有四颗螺丝 上面有两颗螺丝比较难拆 把后条拆掉的话会方便一点 现在抓紧时间把它拆下来 看看到底是哪里坏了 还有两颗碱针针器的螺丝拆掉 就可以放下来了 现在慢慢把它放低一点 现在要方便一点点了 拿个油盆接着 有可能会漏油 已经开始滴油了 终于拆下来了 现在我就把它打开看一下 到底是哪里坏了 这是一个电磁离合器 现在打不开了 这个是可以已旧换新的 如果把它切掉的话 就不能已旧换新了 反正可以很肯定的就是它坏了 因为这也算得上是 这一款伏特车的通病 新的我已经买过来了 外观上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 现在我就把它装上去 然后就可以收钱了 忘记打交了 还好没有装上去 让小雕师傅爬上去踩油门 踩油门 再踩油门 现在不响了 声音也没有了